这个是原始的110年婚姻出生死亡的资料 1月到12月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要收集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当然我就利用之前已经写好的句集 我想在修改的过程之中 我们如何去检视资料的正确性 可以透过句集逐步执行来去看 对应到这一个档案 句集应该怎么改写 好那我现在就先逐步执行 逐步执行的快速键是F8 好那我现在就来执行 点第一个F8按键 然后他就从原本的这个步骤 跳到下一个步骤 也就是他要开始去执行Cupfile108婚这一个应该叫做副程式 然后接下来这边会有一个箭头 他告诉我说他现在要即将要执行是这一个这一行程式 当然也就是像我之前我已经有写这个注解 就是到最后一张工作表 所以现在在12工作表 注意这是聚集档案 我们真正要做标准处理的是这一个原始档案 出生死亡婚姻110年的资料进行标准处理 所以接下来我就点F8 你会看到刚刚绝对不是在最后一张 但是现在他是不是又跳到最后这一张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我要新增空白工作表 所以再点一下F8 他就增加好了新的工作表 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要跳到第一张工作表 好请注意现在要从工作表一跳到01 所以点选F8 然后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个连续执行 主要我现在是要去改写标题列 好我们先进行连续执行 也就是执行这个F5回圈F8 点完之后他现在进行I等于1 也就是第一次然后他要选到1到5列F8 好先选到1到5列 然后接下来去做格式的清理 清理完之后 然后他要去删掉1到2列 所以F8这边可以看到1到2列 选取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要去进行delete 就是删除F8 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个第一第二列已经被删除掉了 接下来呢 选到A1 A1 然后这个是区域别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说在现在所在的这一格 它的内容改成区域别 好然后接下来是到B1 B1是性别 然后接下来C1 C1这一格的内容是出生总数 然后下底线合计 接下来B1是出生总数 下底线昏生 所以他就直接直接改好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 出生总数下底线非昏生 然后 这边 基本上我都对过了 所以 应该这边都是正确的 然后无一而同 好 然后接下来是 那个出生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一副子 那请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一副子很单纯就是三个字 好 所以他接下来是双胞胎 然后你会发现像双胞胎 双胞胎完毕之后是三胞胎以上 他这边他呈现那一格 他是三胞胎以上 所以当我今天我做所谓的标准 让他重新改写成 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条 就是水平的方式呈现 其实这个中间有一个强迫换行 在这个 以的这个字的前面 可是我们看不到 但机器他会去辨识那个强迫换行的符号 所以真的要请各位注意 栏位名称一定要进行标准处理 F8死亡数 好 接下来就是 结婚对数 合计 然后接下来就是 结婚对数的下底线不同性别 然后结婚对数下底线相同性别 然后离婚的下底线不同 先是离婚的合计 然后不同性别 相同性别 好 那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标题 整个跑完之后 确定了没有问题 然后当然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删除现在的第二到第三列 好 所以二到三把它删掉 先选到 选到之后再Delete 这样就删掉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存档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每一次存档的时候 然后我必须要要移动到 到很后面 把这个 例如说这个名字 名字 还有就是哪一年 全部都要去逐年来的 这样其实是很麻烦的 所以 改完了 这个 等于说是栏位名称的标准 我先储存 组存另外一个那个聚集档案 我先把它存好 我现在做的变更 然后 关掉 确定停止 真错 那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的聚集档案 我存一下 这样比较保险 刚刚做的聚集变更都会被记录 有时候 我先试试 你这样 好